我是阅读诗人黎传辉 这个阅读的意思是快乐 我选择的内容 期望为你 在乱世之中带来快乐 为什么要做诗人呢 孔子说 学而不诗则网 诗而不学则台 意思就是 只是读书学习 而不思考问题 就会网而无知 无收获 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学习 就会疑惑 不能够肯定 每一期阅读诗人内容 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读 告诉你内容的重要性 第二部分 读给你听 就是朗读引述的内容 第三部分 反思分享 分享阅读内容的思考 第一部分 为什么要读 为什么要读王国伟的人间词画呢 在当年 王国伟和梁启超 陈仁确 赵元任 号称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 他用三位词人的作品 精简地说明 人生的三个境界 得到无数人的共鸣 也都对于人生有指引的作用 第二部分 读给你听 王国伟的人间词画里面这样写 古今之城大事业 大学问者 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雕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崖路 此第一境界也 衣带渐宽 忠不悔 为衣消得人潮水 此第二境界也 众女尋他千百度 默然回首 那人却在灯火难山处 此第三境界也 第三部分 反思分享 我的反思分享是 第一境界说的是立 第二境界说的是守 第三境界说的是德 第一境界说的是立 字 是下决心 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 才会再会有第二 第三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描述了 对于人生的迷茫 孤独 而不知前路 要如何自处 第二境界 是描述 怎样才可以 决心 努力 奋斗 人瘦了 潮水了 但仍然都不后悔 是坚毅性格 和执着的态度 敢于创新 也都要善于等待 和忍耐 第三个境界 就是指经过多次的波折 和磨练之后 就会逐渐成熟起来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你都能够明察秋毫 别人不理解的事情 你都可以 豁然领悟 贯通 在足够的积累之后 量变成为了质变 不经意间 就已经踏至自己的结果 这个我叫它做突破 第一个境界是立 重点是在于决心 第二个境界是守 重点在于忍耐 第三个境界是得 重点在于突破 预读诗人这一辑 人生三境界 三个境界 到此为止 我是预读诗人黎传辉 祝你预读快乐 思想向上 愿神祝福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